10月8日 徐柏生团长率加州爱乐艺术团40位合唱歌手 参加洛杉矶圣公会合唱团 40周年纪念艺术会 与非裔含义等不同族裔合唱团 登台演唱代表本族裔文化的特色歌曲 由陈哲钢琴伴奏 在Costoy指挥下 加州爱乐艺术团演唱了 往日时光 故乡亲人等中文歌曲 优雅歌声打动了现场300多位观众 赢得了热烈掌声 应圣公会合唱团邀请 加州爱乐艺术团参加多族裔合唱团 联合表演的音乐会 走出华人圈 用音乐的形式和多族裔朋友进行文化交流 增进友谊 丰富生活 拓展事业 促进和谐与和平社会做一些贡献 今天我们团来了四十几个人 演唱四首歌曲 基本是采用外籍指挥来做我们的离世指挥 确保我们音乐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同时今天有黑人团 白人团 还有韩国团及一些亚洲团体参加 加州爱乐艺术团团长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徐白生表示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多族裔 来自不同国家的歌唱家进行艺术交流 艺术团成员为了这次演出进行了精心的排练 也在现场以饱满的精神 激昂的歌声 展现了华裔歌唱团的艺术水平与风采 不同族裔歌唱艺术家相互交流 有助于相互间进一步的了解 希望爱乐艺术团能够走出社区 经常参加交流演出 让其他族裔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艺术 华夏电台记者洛杉西市采访报道 李金去了 也在 кни北院找到学妄 移象地理线 中华文化了解令 你们怎么 millimeters 中国人 给 мин